指標股當然是看台積電啦 對 台積電實在受傷的人非常多 我雖然之前 其實我在談一件事情都不是說 我之前說他會得到300塊 或是275塊 我是用美國實驗起功 在職利利來做一個思維 給各位做參考 台積電來到這邊的話 哪時候是最好的買點 台積電好不好絕對好 我們現在不是在看他的業績 台積電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台幣會貶值 這個是一個名牌 第二個再來的話 我們在台灣不會感覺台灣非常危險 但是在國外的話看到台灣 他們怎麼樣看法 這個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話 就像說受險公司 他有去買債券 那債券是不是有抵價損失 國外的受險公司 或是他們的政府基金 或退休基金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他們有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他們可能會找台積電來作業提款機 為什麼提款機 他們要貸錢 我才會補 而且他們之前台積電買最多 對啊 成本又最低 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各位你要思考一個問題 哪時候買台積電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看到外資 用力的買 買10天以上 10天要連買10天 對 連買10天 而且要用力的買 不要說一天只有買幾千張 就用力的買 幾萬張以上 對 幾萬張 那聯繫買10天以上 那你又看到真的是外資回頭來買的時候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 我們一個指標 就是看外資 我認為這樣的話 你去抄底 相對贏的機率非常高 你會覺得說 外資買10天用力的買 一定漲到天了 不會啦 你要知道他的資本額 應該我沒有記錯是2495億的 如果說資本額這麼大 你外資說我買10天還是在底部 所以就如同說 像我在買一檔個股 如果在底部 他一定要站上季線 季線往上揚 那簡單的講 你只要看到外資很用力的買 那時候我個人認為 你來買 我們這樣告訴一般投資人 有一個很明確的指標 我相信這些投資人 相對就比較不會在 就是說買了之後 繼續往下探底的機率 就比較低啦 也就是其實還是要做好資金控管 那等到真正見底的時候 你才會有子彈 你不要用那種心態 心態就是說 我現在買 我只要放3年 5年的話 還是會回來 不見得 因為你要知道 台電的話 他雖然說 業績非常好 我剛才要講到 他還是有一個 地眼政治的風險 那如果這個地眼政治的風險 一直存在的話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 樹粉大 他就招風 所以我個人認為 不要用這種錢 你就看外資有在買進的時候 你才去買進 但是這一次也給各位一個 一個學習 學習什麼 不管再好的東西 人多的地方就不要去 台電好不好 前股 最好的一檔股票 但是還是 讓很多投資人傷心 所以 只要大家在發修 你就別人發修 一檔到 這個是我的個人的看法 那當然 講到台地電 不免我們會講到0050 那0050的話 我剛才講到就是說 我們這些散戶 他在買股票輸了 就回到定期定額的 去買金融股也好 買其他個股 當然 ETA也是很多人在買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ETA本身就是股票 只是說他 你如果買一檔股票 那你說 我們怕那檔股票 就像說我們買到 盛華 你買到了 他就是下市了 那所以我們 需要說0050 有50檔股票的 相對的 他就可以避開 個別的風險 那個別風險 我們如果比較學術一點 叫做非系統風險 非市場風險 但是如果發生系統風險的時候 什麼叫系統風險呢 也就是說 經濟大衰退 或是說我們這一次 美國升息是不是升得很快 升息很快 這個也是一個系統風險 那這個系統風險的話 你買一支股票 還買五十支股票 都會撥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各位你不要 認知上的錯誤 ETA本身就是股票 他只是可以讓你 大家會講說 他們會顯股 但是各位他們顯股方面 還有一些 各位必須要了解 也就是說 你看0050的話 他絕對不適合作為 所謂的定期定額 用時間互利 創造你的財務 為什麼 你從他2003年應該沒有錯 成立到現在 殖利率大概2%到4% 他大概2.5% 對 那2.5%的話 你說要用時間互利創造你的財富 這個是什麼 康蘇望省 那第二個 你要知道 他裡面的話 有47% 左右是台地電 所以他是台地電的 佔比太高 一半的人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 他每半年要換股一次 那換股一次的話 這個就是投資人必須要注意的 因為你要成為台灣50檔股票 市值最大的 有兩個條件 不是你的資本的很大 就是你的股價要漲得很高 那台電的話 資本的2000多億 那當然是沒問題 而且那股價更棒 但是各位 我們幾個例子 你來看一下 Hitler 贏得 販à 萬ries 我 選擇 succeeded 持住 財政 有